第六章 看到父亲和母亲生气 沈木卿正冷了一会儿才回过沈来 他一路小跑进了屋 看汪妈妈正扶着李氏朝临窗的香木床走去 夫人 您身子不好到炕上躺躺 老爷那儿我去看看 李氏表情很无奈 摇着头由汪妈妈掺斩上了炕 沈木卿见屋里空荡荡的 没有一个服饰的人 上去把银枕垫在了李氏的身后 李氏见了朝着沈木卿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又摸了摸他的头 怅然的对汪妈妈道 这都过去十几年了 我总想着毕竟是手足 老爷虽然口里不说 心里应该渐渐释怀了才是 没想到他如今还记着 沈木卿听得一头雾水 汪妈妈却皱了皱眉头 您也犯不着为这事 让老爷心里不痛快啊 李氏就撑脑地忘了汪妈妈一眼 我这不是怕他说我真眼大个心吗 谁知道他比我还记很 您这样也不能怪老爷 汪妈妈给李氏倒了一杯清水 想当初老爷被贬那会儿 二老爷生怕受得牵连 前天得到信 第二天就请了族里的长辈分了族产 等老爷要用钱的时候 他又逼着您低价把田产抵给他 说到陈年旧事 汪妈妈和李氏的神色都有些不自然 这些事 沈木卿却还是头一次听到 他静静地立在一旁 李氏接过清水喝了一口 汪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 别人说男人是铁打的心 可二太太一个妇道人家 心肠却比男人还狠 当年银哥病了 向他借十两人子看病 他都不见 要不然咱们银哥 哪能那么小就去了 汪妈妈用手帕擦着眼泪 如今他家里乱七八糟的 老爷不愿意为他出头 说来说去 老爷还不是在为您争这口气 您去劝老爷管这事 别说是老爷 就是我心里也过不去啊 李氏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哪里不知道 可这些年 二老爷家里不安生 族里的长辈话里都隐隐透着 责怪老爷的意思 说是老爷不顾手足之情 没有照顾好二老爷 常言说得好 人言可畏 这次二太太死了 二老爷连信也没给咱们报一个 知道的 说我们不晓得 不知道的 说我们眼里 早没有了这些相遇相亲 忘了本 哎 以前的事 我们就是再忌恨 也没有用 还不如故作大方 算了 说着 李氏的目光就落在了 正立在炕前的 沈木青的身上 我还要为木青打算打算 他总得有个娘家人吧 虽然不指望着太苍那帮人给他长脸 也不能把人都得罪完了 到时候乱嚼舌根子 汪妈妈哭笑道 只怕老爷 他不是那么想的 姑娘 老爷最疼你了 李氏打断了汪妈妈的话 笑着对沈木青道 夜里风凉 他扭脾气上来 还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生气 你带着洛梅和锦绣去找找 可别让老爷受了寒气 李氏这是要把自己支开了 好和汪妈妈说些提起的话 而且 沈真这个人虽然身居要旨 又年纪一大把了 在李氏的面前 还的确有点像小孩子似的 好耍娇气 有好几次 都是自己哄得太开心 沈木青笑着应了一声 带着洛梅和锦绣 出门去寻人了 他先去了大舍住的荣音堂 没有人 后又去了陈姨娘住的公园 也没人 他想了想 转身去了外院的 沈老爷的书屋 九思斋 九思斋是一幢只有三间的屋子 四周变直翠竹 堂屋门上挂着石青色夹棉帘子 横梅挂着黑漆赞银匾 用行草写着九思二字 横梅下是一座紫檀木边 鸡翅木象牙雕 黄榜高中 状元游街的六扇屏风 屏风前放着一张万字不断头 棚崖四方桌 左右各置方一把 搭着星星红毯垫的太师椅 向东望去 梅竹篮落花罩挂着大红罗家筹曼子 临窗设着香南木板的炕 靠墙放着一溜黑漆书柜 密密麻麻的摆着书 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六足西莲花叠加书案 叠加案上放着甜白花瓢 插着各色的菊花 书案上整整齐齐地放着文房四宝 向西望去 十二扇的黑漆透雕碧杀厨 把唐屋和西次间隔开了 一年紧的隔膳紧闭着 在九思斋服饰的小丝叫陈湘 只有八九岁 跟在沈不清的身后 姑娘老爷没来 要不您等等 九思斋也不在 那在哪里呢 一口气东奔西走的跑了三个地方 绕了沈家大半个园子 沈木青也有些累了 他就想到了东次间临窗暖阁里 放着的那张滚脚凳 觉得腿脚更酸了 既然李氏有心要避开自己 不如晚些回去 沈木青思寸着 推开了东次间的碧杀厨 我在这儿歇歇脚 说着 进了花梨木透雕隔膳 隔成的暖隔 放松了身体 窝在墙角的最屋椅里 摇了起来 对面的墙角 一盆人高的东青树 长得郁郁葱葱 碧绿可爱 让人的心情都跟着欢快起来 实在是个好地方 难怪沈真闲的时候 喜欢在这儿消磨时间 沈相忙领了锦绣去汽茶 可腿太短了 不然这么躺着 在滚脚凳上搓搓脚 不知道多舒服 沈木青叹息着 洛梅听了 言嘴而笑 姑娘等会儿 我找个小屋子来 把这滚脚放上去 一样能用 是个好主意 沈木青懒洋洋地挥了挥手 去找找看 洛梅在屋子里找了一圈 硬是没找到高度合适的小屋子 他说 我去旁边的小跨院看看 小跨院住的都是沈家 有头有脸的管事 并不复杂 沈木青同意了 洛梅应声而去 但屋里没有了人 沈木青又有些后悔 眼看着天色不早了 就是洛梅找了高度合适的屋子来 自己也要回潮汐堂了 最好的办法 是把这滚脚凳搬到自己屋里去 或是照着让管事们给买一个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们出品的 有声小说 好事多磨 作者芝芝 演播爱叔叔 他正在那胡思乱想 就听见堂屋传来了 聊聊的声音 好像有人走了进来 脚步声很沉重 不像是只一个人 肯定不是洛梅 或是沉香锦绣 沈木青正思算着 来人已经沉声道 把门关了 任何人不准进来 他听得分明 那是沈真的声音 自己找了一大圈 终于把人给找到了 沈木青有些惊喜的坐起身来 想要打声招呼 却听见沈真再一次开口 谁要敢靠近 给我乱棍打死 他一向清朗温和的声音里 竟然带了几分杀气 随着小丝们惶恐地应答 门吱压一声 被关上了 沈木青正冷 沈真在他的面前 一向是和蔼可亲的 这种说话的口气 沈木青还是第一次听到 他的心中 生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来 也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屋子里响起了一个低沉 而略带几分慵懒的声音 这样看来 事情果如我们所料的一样了 这独特的嗓音 沈木青听了五年 也很熟悉 那是敏先生的声音 这两个人什么时候碰到一起了 听着口气 分明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要商量 难怪两人平常如望年交易般的称兄道弟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自己到底是出去 还是不出去呢 沈木青犹豫着 就听见沈真道 太后为了不让消息走漏 没再让太医院的太医瞧避 秘密招了医婆进宫 随着说话的声音渐行渐进 沈木青透过暖阁的隔膳间的缝隙 看见两个面目模糊的身影 走到了屋内书岸前 别山 我们坐下来说话 说着 敏先生朝着沈真拱了拱手 两人分了主次 坐了下来 八卦 人人爱 更何况是涉及到皇室秘心 只不过是寥寥数语 沈木青亦是大感兴趣 他静心平息的侧耳倾听 虽说天家无情 但当今皇上却是少有的人后之君 不仅待人亲和 而且世孝至亲 他不知道太后病危也还罢了 如果知道了 不仅不会坚持在这个时候轻政 而且还会自责难过 认为自己有负太后的教诲 而太后呢 也是少有的贤后 他之所以放不下朝政 还是忌惮 郑安王手中的三十万大军 想当初 郑安王可是支持立 静王为帝的 如今 我朝政与袁猛人在西北交战 既然不能临场换将 那就只能等战事结束 以前太后娘娘觉得皇上年纪太小 还用时间慢慢调教 可现在 时不待他 想法又会有些不同 国家之众 不外立兵两步 如今太后娘娘 把人事的声签 交给了皇上 以皇上的聪慧 应该很快就会明了其中的深意 一旦不自量的心结解开了 这个时候 谁要是让着要太后娘娘还政 那在皇上的心中 这个人就是为了刘清明 而处心皆虑 陷他于不义的小人 可要是谁不支持皇上亲政 在太后娘娘心中 他就是为个人私利 而于国家设计不顾的谋臣 不管怎样 都是不对 这可真是大新闻 沈木青把脸紧紧的贴在 镂空的隔膳上 透过细细的缝隙 看着沈真狂狂而谈 看着女先生连连点头 这就好比走在独木桥上 太左不成 太右也不成 不错 沈真冷冷的笑 现在就看王胜云如何行事了 如果他趁着这个机会上书 要求皇上亲政 我们倒可以助他以臂之力 鼓动怀惜官员上奏折 甚至引起朝廷的公义 而太后娘娘最忌讳的 就是大臣们勾结在一起 一窝蜂的赞成 或是反对一件事 敏先生沉意道 沈真的声音里透着清朗 我们现在要做两件事 一是要想个法子 在不惊动旁人的情况下 把太后从外面请依婆进宫的消息 递给皇上 二是要着手写个沉奏 西北战事结束后 镇安王手中的兵力该如何安置 一旦太后垂问 必要达得滴水不漏才是 这第一装饰 只怕是要走内庭的路子才妥当 敏先生思寸着 这第二装饰 倒是要好好合计合计才是 沈真副手夺步 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 实行屯田制 军中将士多为世袭 其中关系错综复杂 想必别山也有所悟 除了镇安王之外 傅阳公秦伟 定远侯梁渊和成一伯增菊 也都是文武双全的功勋之后 在军中颇有声望 特别是定远侯梁渊 如今在镇安王麾下效力 对镇安王行事强硬早有不满 如果能用这三人去镇安王代之 再劝皇上开武进士科 以纳贤才充斥军中 也不是不可以渐渐打破镇安王在军中 一呼反应这局面的 是明兄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只是劝皇上开武进士科 只怕太后会不答应吧 这毕竟是违反组制 大周王朝建国百余年 也只在元启四十六年 武宗皇帝六十大寿时 开过一次武进士恩科 没有先例我们都要写出个先例来 更何况有这先例那就更是如虎天意了 到时候就看我们怎么写了 沈木青早已没有了最初偷听时的兴奋 他的脸色渐渐的变得凝重起来 原来沈真想接太后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打击自己的政敌 怀西派首领王盛云 可是把镇安王元胜也给拉了进来 这个局是不是不得太大些 这可不是在讲民主讲自由的现代社会 封建地质下的社会是以宗族为基础组成的 实行的是覆巢之下婉暖 胜了固然能够鸡犬升天 可如果败了呢 沈木青的心里生起了一股巨异 他当然没有那么天真 认为给人如沐春风之感的沈真 能入职内阁 主管户部 就会如他的形象那样的和蔼可亲 温和纯善 但他涉入如此之深却也是他没有想到的 这几年他在沈家也见过不少听过不少 今日还是做上课 明日就是接下球 就是在去年公布主管河道的右侍郎周围 就因为账目不清而落得个全家流放的结果 沈木青如落进了冰窟窿似的 脸色煞白 全身发颤 他不由的在心中暗暗祈祷 祈祷事情真的能如沈真和敏先生所谋划的那一般发展 毕竟他也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 也是生活在沈真的保护伞下的一员 两人一阵窃窃私语后 很快连媚而去 沈木青望着恢复了清冷的屋子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这才出了堂屋 接了帘子的一脚朝外望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好事多模 本集播放完毕 叔叔感谢您的收看